不是用龙威武 只用车顺班的四选三中战法 大家必须懂三不定律 必须懂这个换手 这里面换手 为什么这个换手比较清爽 大家能清楚吧 这个换手可以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个市场的扶手 基本上就在这两天出来了 也就是说 这个原来的股东 重股的也好 原始股东也好 那么只有这只股票的股东 都有不少在这两天 抛出了筹码 对不对 那么这就很清楚 这就不复杂 相对于老股票就不好说 老股票换手就不怎么看 看的不多 因为那你不好去评估 它到底是有没有换出来 对不对 是老装的新装 有时候比较难判断 这个就是典型的两天的时间 这两天时间换手已经 百分之一百五十六点九九 已经超过一倍 就换个干干净净的 换了干干净净的 那么都捕出来的球码 是不是 这个多的球码 控制在水的手上 水就会强啊 一旦被庄家控制了 那他后面就应该去看掌 好 结果今天开盘呢 开在三十七块五 而我们这个 一位呢 是三十七块六毛八 对吧 三十七块六毛八 低开在这个阳关道之下 但是昨天这个阳特别 对吧 好我们不管 然后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操盘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是 就是刺心骨浓稠啊 那么集合竞价漂不漂亮 这个集合竞价 非常之漂亮 对不对 非常之漂亮 符合 而且这个应该看涨还是看跌 这个集合竞价是看涨的 对吧 看涨的 那么看 看涨 但是它是低开的 是不是 那么早盘应该怎么办 像这种操盘 今天早上 哎 快速就拉起来 应该有没有高抛 哎 这个地方应该是高抛 因为怎么样 早盘有没有过高亮顶 有没有做过昨天的 那个收盘加高亮顶 没有 对吧 所以我们早盘 这个地方拉起来的时候 要高抛一下 高抛一下 是不是就要跟踪观察呀 哎 跟踪观察的调整 那么大家注意调整 调整到 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看 有没有破下面的 它没有破 哎 我们这里能不能 一二一 一二三 四五六 七 到这里 这叫圆角波啊 这叫圆角波 到到这个低位的时候 这个一个底 两个底是差不多的了 看到没有 哎 底是差不多的了 啊 它对应的下方 看到没有 下跌的量 哎 整个这个也是下跌的量 比较小 而且它都是跌到低位放映量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量波啊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放量 它都是跌到低点时候放量 跌到低点的时候放量 看到没有 哎 这个也是相对低点的时候放量 这个低点的时候有点放量 这说明什么问题呀 这是吸货 有人在悄悄的吸货 有人抛货 有人吸货 明白意思吗 哎 有人抛 有人在吸货 啊 所以 然后我们也不管 那你最好等它在后面在一起动 这边高抛了 这边一看掉头向上了 干什么 干什么 这个底部有支撑 看到没有 哎 开盘 是不是在我们开盘的时候 这个上方 是不是开盘的时候上方 所以这个票 我们 是不是守住阳关道 是不是守住阳关道 我们说是37.68 对不对 37.68 是不是在大概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37.68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它就是守住阳关 守住阻热的阳关道 然后就起来了 对吧 这个地方还放倍量 放倍量 启动 起来 最终又分有账庭 所以我们有一个队员做了 他55%的收益 就是低线高抛高抛低线 做出来的 对吧 是不是就是金泽 是吧 金泽你是不是做T呢 你两天你做T这只股票 你能赚到55% 今天的公众号的宣传 所以四旋三通的股票 只要龙头出来 基本上逃不过我的眼睛 四旋三通股票出来了 基本上逃不过我的眼睛 因为我们这个前面是顺控发展 对吧 顺控发展 是不是这个当时的龙头 也是我给大家及时提醒的 这个非常漂亮 这是顺控发展 所以我对他们现在 对四旋三通战法 心里非常有底 非常有底 这一天换手 68.94% 然后这一天68.22% 然后这个三天的换手 三天的换手就172% 对吧 172% 所以这个当时我们在 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提醒大家的 他是水雾 当时是水雾 水雾呢 是碳交易的一个龙头 当时实际上是碳交易的龙头 那么三羊马 大家反正不要去想象 能走强很好 因为这仓促物流 仓促物流 能不能走得那么牛 我就不好说了 是不是 仓促物流 我们期望着不要太高 反正按照标准执行就行 好不好 按照标准 一般来说至少四个版 对吧 一般来说应该有四个版 那么像 像这种最好有四个版 要看后面明天的表现 如果明天直接说三一说二一 涨停 那就漂亮 那就漂亮 那弄不好还有七个版的可能性 好吗 那就一般先看四个版 再看七个版 七个版之后看 具体的量价关系的变化 看看有没有行的 好 这是四星龙头 又被我们特战队请拿了 我们正的是龙威武 好 那么对了 另外一支 就是金城股份 那么金城股份 大家有没有看懂 大家有没有看懂 这支股票 大家有没有看懂 所以我们今天 就用我们的五定情龙 龙威武 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一起来分析一下 好不好 好 首先大家看 大家看 我们先看位置 先看位置 先看位置 我们输出 这边是高点 一路跌下来 对吧 一路是跌下来 跌 最低点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好 那么我们实际上从中周期 可以这样来看 大家看 是不是 在这样跌 好 那么我们 又可以把这个再放大 为了清楚一点 把它放大 大家看 这属于什么呀 底部有没有财生 底部有没有财生 我们 我看一看 怎么画 大家看 抓大放小 是不是 这个地方是一个坑转 这个位置是坑转 然后这个地方 这么长时间的横盘 我们把它当成二 行不行 就是说 这一段这么长时间的横盘 我们抓大放小 把它当成一个横盘 然后这个位置 是不是相当于 是一个三 看到没有 这是个三 那么这个位置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四 是不是就是四 大家看懂了没有 能不能看懂 有没有疑问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就完全过掉了 清不清除 就是说 这个我们刚才 苏图看过了 这是最低点一个坑 本来是一个坑 由于后面这个横盘 时间有点横行 在这 我们把它整体 看成一个二 那么这个大的上升途中的 当成一个大的三 那么我们这个档四 大家感觉下 能不能 能不能看到 抓干净 抓关键 那么 找澳的关键是什么 找澳间分 是不是找澳间分 找比较高 关键的澳间分 哇 这只股票很特别 大家注意啊 这只股票的高量 怎么还在这呢 这根高量 看到啊 它的一根高量 还在这呢 也就是 大家看 我们这里面 对吧 这里面 它就是一个 有个分顶 还有个分顶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分顶 那么这里呢 一个是澳间分的分顶 这个是一个澳间分的分顶 大的啊 大的 这是一个澳间分的分顶 那么澳里面还有澳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总的 大家看股票以后 要会看 寻找澳 然后我们再来看量 对吧 先看澳 那么这个澳出来以后 大家说这只股票 是上升途中 还是下降途中啊 大家说这是上升途中 还是下降途中啊 按三个澳 三个澳不好 按了三个澳不好 你至少这个地方 至少四个澳 至少四个澳 你这个地方最后一个坑 你这个上来 肯定要算一个澳的 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肯定要算一个澳 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澳 也就是这样一话的话 我们这只股票 大的格局是什么 大的格局 是不是一个上升趋势当中的 是一个上升趋势的空 大家记住 而且不仅是上升途中的 既然我们是这个四澳 而且四澳 这个是不是过风的 而且有点过风保顶的味道 那么这就是冲断行情 是不是主升行情啊 是主升行情 主升行情往往出浓头流鼓 好 这是清除了啊 这是位傲定一 这是定位 定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定性 定性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速度看啊 我们就前面我们抓关键就行了 LWV 是不是LWV 我们从这个地方跌下来 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成交量就明显就缩小了 大家我们就速度看就抓关键 大家看 这里面有一些 我们就 就 就忽略它 这个整体下来 大家说 下面的量速度厉不厉害 这里 速度厉不厉害 这个左侧的速度量 非常厉害 速度非常多 说 第二个口 第二个百日低量群之后 这样出现一波上涨 对不对 这是一波上涨 那么 这一波上涨 大家想一想 这里面是不是有人出货 有人进货 这个地方就是明显的有博弈存在 那么所以 我们就看这个博弈 再看这个博弈后面 一个一个来看 这就是筹码搬移的过程 好 搬到这边 我还是在这个位置拿筹码的 拿筹码的 他肯定在筹码在转换呀 你不要老是想换个换装 他资金是肯定换掉了 对不对 不要停留在换装 我一个装去倒腾行不行啊 我来主控 我用两个三个四个账户 我来控他行不行啊 对不对 那么是不是庄家还是我一个人 对 我们就知道这里 他资金肯定换了 不要过分去追求 是不是换装 对吧 那么是不是换装 那你就要看这里面的这个换手 我们看这几件的换手 多少 都百分之两百多了 是不是百分之两百多了 他 但是这个 就是换装不换装 这个 我觉得这个里面 就是说 这个位置去货的人 他的筹码不是说完全能够抛出来的 他会拿一部分筹码 然后在洗盘再去拿筹码 所以说这里面 应该说我们这后面的庄家跟前面庄家是一个人才对 否则的话 他就没怎么牛 也就是说一个庄家 他什么样的股票最牛 他花了一年两年三甚至三年以上的时间来运作一只股票的 这样的庄家最后做出来的股票才往往称牛 龙头不是牛了 就是龙了 好 我们刚才组策这个 这个 大家看我们把它再放大给大家看 组策这个高点下来以后 大家发现没有 大家发现没有 整体来说干什么 整体来说也是上涨放量下跌次量 上涨放量下跌次量 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那你老实在你这里不是有阴吗 这个阴应该是假的 有点假 这个有点正 有个别的 但是总的来说 上涨放量下跌次量 这个阴是低位的 这个阴是假的 虽然是阴 实际上是分底续货的 是吧 分底续货的 大家要 我这样 大家去体会一下 体会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面 拿货的人 人 那么 怎么样 有一部分拿货的人 他后来拿了筹码以后 继续下来 下来干什么 继续洗盘 洗盘以后 他要干什么 分底继续拿年价的筹码 好 一般什么样的时候 他会去拿 开始再拿筹码呢 当然 他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就边歇边洗 边歇边洗货 就是说 真正的开始 采取进攻式的吸筹的 那么 往往是他要出现白日低量群之后 所以 这只股票 留就留在 大家能不能看得懂啊 这个下跌是 都是假跌下来的 假跌到这个低位呢 大家请看 这个量是什么 大家看到这个量了没有 这个地位的整个的都是以白日低量群为主 里面少有的高量柱 对吧 少有的 整体来说都是个白日低量群 对不对 是不是白日低量群 而且他这里面还有什么 把他放大给大家看 大家看 大家看 哎 他一放量 然后一 就 缩量 缩阿姨 放量之后 缩阿姨 缩阿姨 这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啊 说明庄家有没有出货呀 庄家 这种高位的 一个放量 然后马上 就缩阿姨下来 他就是 假跌的行为 这个本身 看不出是假跌 但是第二天的尾巴就露出来了 啊 这个不断经的上升 大家从这里面要感受到 主力庄家在跌无可跌的情况之下 在横着悄悄的些货 这一段行情 大家看 他就没有量 没有量 就是 但是整个在维持上升的走势 这就是我们讲的 L型的什么 这个L型 总的L型的量型 他后面是干什么呀 他后面是长的 他这么长的 从这里面 大家就要能体会到 这个庄家 吸筹 吸到什么样子啊 哎 就是说把这个市场的 能吸的筹码 都吸得干干净净的 要有 有这种的味道 对吧 好 再到后面 再到后面 就是 吸到一定时候 是不是 没有低位吸不到了 横了这么长时间 吸不到筹码了 然后开始拉伸 看到没有 开始一个波的拉伸 好 我们把这边再放大看 再放大看 大家看 这里面都是什么样子的 吸了以后 吸不动了 开始 拉伸 拉伸以后 一调整 一调整就呈现明显的缩量 卫星 看到没有 好 再拉伸 下来 又是明显的缩量 缩量 这里面 这里面又看看啊 大家看 这里面也是卫星啊 一些卫星为 结合起来 是不是卫星为主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一上涨放量 一下跌就缩量 就明显缩量 好 包括这个后面 上涨放量 下跌下来 大家看 整个来说 是不是 缩量 卫星 卫星 看到没有 整 再放量 好 这个可怕的 放了个音量 对不对 放了个音量 但是这个音量 大家发现没有 它还没有这个高呢 还没有 就是说 有的时候放音量 大家不要以为 它就完全白白了 它第二天 马上涨量缩下来 然后接着一个 涨量账停板 把这个基本上消化掉了 而且这一天 把它又消化掉了 大家明白意思吗 就这个上涨 把这边套牢盘 给解放了 好 随后再下来干什么 大家看 下来这成交量 马上又缩小 这里就是我们 给大家讲的 L型 看到没有 是不是又是L型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呀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呀 这一波是 主力再次 就是拉伸式的 去货 那么这一段 在干什么呀 这一段是在干什么呀 我这样讲的就很简 简单了 我这样讲的 是不是就很简单了 那大家我现在 咋看啊 大家好好体会一下啊 左侧是下跌的 摆着低量纯之后 拉了一波 出现拉了一波 拉了一波之后 它在这个地方 再次下来 但是下来 开始没有量 这里面也是那种上涨 微型的比较多 整的来说比较缩的 然后搜到底油 底油也进坑之后 量是不是没有了 再到后面横盘 是不是吸筹啊 无量吸筹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 就是十月怀胎 所谓十月怀胎 就是驾住 就是波浪滔天 量住风平浪静 是不是母亲怀孕的初期阶段 在孕育阶段呢 哎 这个庄家就在这里面 悄悄的孕育的孕育的宝宝 对吧 孕育的金娃娃 好 你实在孕育的差不多了 已经吸不到 这个宝宝要需要长大了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地方开始拉伙 拉伸 就吸货 进一步吸货 补充营养 对吧 补充营养以后呢 然后在这地方反复就反复就震荡 这个震荡有没有出货呀 它没有出货 上涨放量下的时候呢 上涨放量下的时候呢 好多是V型的量型 V量型 V量型它就是一般都是细盘的 对吧 好 洗货之后再拉一步一步 大家看 再拉一步 但是幅度不明显 大家看 好好体会一下 好 在这个地方是见底了 在这地方是 这地方是试探性的 这地方是悄悄的吸货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建仓 建仓再正仓 然后再增仓补仓吸货 那么这一步在干什么呀 这一步是干什么呀 这一步是不是就是来一个碗坑 最后的吸盘呢 相当于 这个可以当成黄金结 实际上又是金坑 因为它是上升途中的比较大的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为什么这么留 总的量 大家看到 总的量 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在这个之前 是不是这边量是最大 然后到后来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是不是已经 形成L型的量 是不是形成L型的量 这个L型的量 大家注意了 我们如果是小周期的 我们是V型的 这个即便在这个黄金坑 打结这个里面 它形成L型 说明洗盘洗的彻不彻底 洗盘洗的彻不彻底 这边是白日低量群 这边都是底部都是有白日低量群 对吧 好 然后这边VW相结合 这边就是VW相结合 然后这个再来一个L型 一会白日低量群就洗盘 上升途中的白日低量群 所以大家想这个股票应不应该抢 我这样讲能听明白吗 能听明白吗 再速度给大家看 速度给大家看 经过这样一折腾的话 我们第一步筹码是不是跑到这儿来了 庄家的筹码成本是跑到这儿来了 好 经过后面这个运作 是不是筹码在往右边转移 这些筹码实际上在望这边一般的悄悄的在转移 一般转移 好 最后大家看 到什么 到这个位置 对吧 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我给大家画一条线 大家来看 看到没有 这样画一条线 大家望左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我画这条线 亮线是什么意思 那么 就是 我们老师 眼光就是厉害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老师的眼光就是厉害 好 到这个位置是形成了三低三有 那么这里还有什么 有倍量伸缩 连续呢 这里说三一 这里说三一 然后这个地方是背 背量柱 背量柱 对不对 架板亮柱 我们老师在这一天提醒大家的 是不是 在这一天提醒大家的 好 在这一天提醒大家 涨涨涨停 好 我们到这地方 是不是已经过了所有 过了风了 我看看是不是过了所有的风啊 我们看一看 我把这个地方画一条线 所以我们今天老师的一个点评 这是不是过风保顶啊 这个量过了最近的风 那么这个还有一点 对不对 过了这个也有一点 但是我刚才讲过 经过这么长时间 这边的筹码有没有搬过去 这边的筹码基本上 再有的筹码是谁的筹码呀 这样没有被搬过来的筹码 还有是谁的筹码呀 那如果是主队庄家自己的筹码 怕不怕 就是说被套牢的 在这个地方被套牢的对手盘的筹码 经过这么一折 是不是都基本上被洗出去了 那么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自己人的筹码 对吧 就是老兵 我们老师这两天写贴子里面写的 都是老兵 对吧 还是老兵在那地方 守阵地的 守高地的 那么是自己人 对吧 自己人好不好过呀 自己人就好过了 对吧 自己人就好过了 那么关键我们这一看 到这个地方了 这样讲大家看到 是不是我们的 哎呀 关键是量刑啊 一定关键是量刑 龙头牛股 关键是量刑 就是最终筹码要搬过来 洗盘 从洗盘到位 然后到吸球到位 最后到控盘到位 大家说这个能不能体会到 什么样叫洗盘到位 我们再来看一遍 对吧 洗盘到位是不是跌跌跌 跌出白日低量群 哎 一度跌 跌出白日低量群 那么我们这边 这左侧可以不看 我们就看这边 哎 整个就是跌无可跌了 到最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跌无可跌 这是一步跌无可跌 然后就悄悄的吸货 悄悄的吸货 好 接下来我们这一步干什么呀 这个 这一端 这个量是不是在吸货呀 哎 整个这个都是在吸货 一吸 边吸货边正仓 边吸货边正仓 好 到这个位置 再来一次 什么 再来一次大洗盘 我这样讲 大家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哎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哎 再到了这个地方 再来一次大洗盘 哎 我们叫大洗盘 就是黄金 黄金仓 黄金坑 是不是 这个洗盘 洗的彻不彻底啊 又是洗出白日低量群 对不对 洗出白日低量群 那么就是我们的L型量群 大家注意L型量群 和V型量群的运用 中长装啊 中长性的中床装的话 用L型的比较多一些 最后启动了 爆发了 就是V型 对吧 最后都是V型 那么 我们再 再巩固一下啊 大家注意这个 指示点 但这些 这些位置 大家啊 V型也是强洗盘 控盘的表现 表现啊 这些地方都是 偏V型比较多 这只股票 后面都偏 偏V型比较多 对吧 然后这个洗盘 也洗下来 一个L型 为主的 那么最终 我们在 在这个后面上涨之前 我们这个是白日高亮柱 过分 前边是一个高亮仗庭 高亮仗庭 过这个左风 澳江风 把这个大阴顶给干掉 那说明这个阴顶是谁的 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是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的特务 是不是 是我们的特务 实际上是自己的力量 包括这个阴 都是自己的力量 好 所以这天过了 第二天放个高亮 高亮 白日高亮 大家看 所以以后这些票 大家要跟踪好了 那么战争 这个时候的战斗 最主要看什么地方 左侧还要不要看啊 这个时候的战斗 基本上 一旦车型过分保顶了 左再往左的一些东西 就基本上可以不看了 特别是这个筹码 已经搬过来的 大部队已经到达 这个右边来了 左侧呢 还要不要去看了 基本上不要看了啊 像这种彻底洗盘 筹码转转放过来的 就看什么 就看我们的高亮 我破了 再把它放大 再把它放大 大家看 这个地方 是吧 看到 这是过分以后 高亮有没有破啊 一日 两日 三日 这个高亮之后 三日 三日呢 有没有破呀 从来没有破过底 虚底一点都没有破 舍底呢 也就是第二天盘中破过 收盘价没有破过 对不对 好 舍顶呢 舍顶就是第二天 收盘价破过 然后随后 一 二 都没有破 那么在这一天 来了一个回产 还是一个假音真扬 看到吗 假音真扬 所以这里面的文章 新老队员都要看得懂 这里的文章 大家都要看得懂 这就是板后什么 这是板后什么 这是板后 横行 护顶 看到没有 这就是仗庭板后 横行 护顶 不是三枪 而是三枪 五日 一二三四五 一共有五天时间在这 它是有板后横行 这就是板后横行 护顶的经典的案例 护腰是金庄 护底是脚庄 那么护顶呢 是什么庄呀 护顶 就是 墙 庄 护顶 就是 墙 庄 明白没有 没有墙式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墙式 好吧 然后 然后我们的假音真扬 本身也是助长金 这个一段是不是过风保顶啊 是过风保顶 我们这天就说亮掌庭板 所以我是在这天有预报的 是吧 我们老师是在这个预报的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预报的 明白不明白 老师是在这个预报的 我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过风保顶了 实际上这只股票我们要跟踪到这一天 如果跟踪好的话 这一天就可以进了 直接这一天早盘是非常好的机会 这量部正三围 量价也很配合 看到没有 最佳伏击点就是这 最佳伏击点就是这 对 已经七个百 我今天讲不是让大家在那买啊 那个 这个 这个叫 念 念 志强这个高 草头地下的高 信念什么呀 草子头下面放高 这个 信念什么 先念高 还是念 是什么 好啊 好啊 念好啊 好志强 是吧 记住啊 我现在在 在这地方 我是 我们一起来总结分线 我们一起来总结分线 我们这龙头牛骨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符不符合我们的龙威武 不是让大家在追这样的股票 千万别误解 这个不可以的 这个已经 我们王子老师已经出货了 对吧 我们王子老师今天已经出货了 那么今天你再跑去买的话 那 那就就不是定性 这就是 冲动了啊 这就是盲目了 那么今天我在看到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 什么叫做风险 大家说什么叫做风险呢 哪怕你只要 哪怕这只股票 如果你自己能够把控的 它顺不顺于风险 自己能够把控的 它就不是风险 如果你自己把控不了的呢 那它就是风险 也就是说我们 大家一定要记住 做股票 自己要不要能够把控啊 自己也不一定要看得懂的 一定要能够把控得了 那么只要自己看得懂 把控得了的 那就不叫风险 哪怕是风险也不叫风险 反过来说 如果自己看不懂 把握不了的 那就是风险 那么我们经常讲过 知识是最大的财富 无知是最大的风险 对不对 这只股票我们就不管它啊 结果后面太漂亮了啊 这个这一天预报后 一二三 然后在这一天放高量 放高量该跌不跌 看到没 这个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啊 龙头牛虎就强者很少 龙头牛虎就难得出现这样子的啊 强者很强的 那么在涨呢 这只股票就是这样跟大家分析 大家能明白吗 还有没有什么疑惑 不清楚的地方 互动一下 清楚的回复四 回复七 回复七 不清楚的回复四 我喝口水 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股票的研究 下次再看到这样的股票 我们要看到能敢于取拿 如果我们下次看到了 看不懂 还是不敢取拿 对不对 只要真正的把这样的股票看懂了 看明白了 我们下次再看到这样的股票 在起涨点的时候 我们就敢取拿了 好 明白吗 所以这只股票里面 涉及到一个 一个球马的转化啊 这个里面主要是大家要体会 这个三个定律 股数不变 正因为股数不变 那么这里 这个量的变化体现了含义 尤其把我们LWV这个量型结合起来 LWV量型结合起来 结合我们这个坑澳管位置 那么就把庄家的打压洗盘 洗盘到位 然后建仓到位 然后什么 再加上我们的控盘到位 对吧 控盘到位 这个为什么到最后牛啊 最后牛啊 首先最后牛这个再洗盘到位 对不对 然后再吸货 再吸货高量不扑之后 就是什么 高量不扑 高量不扑之后 数量上涨 是说明什么问题 看不懂是吧 陈 陈嘉宾 看不懂是吧 是陈嘉宾 陈嘉宾 学了几期了 学了几期了 那你可能是新队友 陈嘉宾不懂 管理员关心一下 看看这个陈嘉宾是学了几期了 哎 就是 就是控高量之后 破破 数量上涨 包括这个涨停板 对不对 是个涨停板 那么过台 那就就是完全控盘了 明白意思吧 所以才有这边这个牛 一般来说控盘呢 还有那种过分 过分放了高量 放高量之后再数量 那么才是牛 好 这是一支股票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两支 看看大家能不能看明白 我们一起 以后就一起都总结 马后炮 马后炮分析 好不好 马后炮分析是为了我们马前炮 昨天没有关 你是我 你是来指导的 副院非 你是来指导我们的 你对不对 你是指导员 你是巡视员 是指导的 好 大家看这个湖南天印 对不对 这个湖南天印 大家看到没有 为什么一字版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哪哪一个 哪一个天亮柱 后面有个天亮柱 怎么没跌 这就是 这就是庄家空的 就是说 还是说前面一个 是吧 这个是吧 那这就是 庄家在 还是庄家 一支股票的涨跌 通过这里面 就体现出 要涨 要跌 控制在水手上 你这个 天亮柱 它是实际上是发美发烧 它没有发烧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三倍都没有 是不是三倍都没有啊 三倍都没有 所以 但是能不能讲 这里面涉及到 就是亮柱知识 对吧 涉及到亮柱的知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亮柱 所以我就讲 讲多了 就变成亮柱知识了 这里亮柱的文章啊 亮柱也能实装的 也能实装的 关键这个 日向这支股票 它就强 那么从这一天的亮柱的形态 庄家 大家看 有没有从高位出货呀 有没有从高位出货呀 什么叫高位出货 有没有出现高位放音量柱 大家看 大家看下面的亮柱 有没有明显的 音量柱 胜过高量 胜过氧量柱 所以这里就有文章的 这个就是亮柱的知识 我就不都讲了 都讲了这个 要被处罚的 是不是 所以不管 这个就是牛骨 已经是牛骨 你想一想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四个板之后 放高量 那是不是牛骨 大牛骨才会这样的呀 你要想着它 对吧 但是我们也不在这就参与了 我们最多 老是在这儿预报的 那么我们在这儿就可以参与 我在这儿给你预报的 如果大家自己看懂的 在这后面参与 对不对 你参与到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抱着 抱着给它 等长 不仅九云不离场 今天七个板 我们老是出掉 一二三四五六七 老是已经出掉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牛骨 龙 不是牛骨 是大龙头 是不是大龙头 好 我们看看就 湖南千叶 这个票我也跟踪的 说实话 这只股票我也跟踪的 但是没想到 它在这个地方 直接就拉账亭 直接就一字 没看到没有 它风一没过 就直接就拉账亭 看到没有 一字版就不给机会了 那么 为什么会走出这样的 大家要 我们要把这个研究出来 大家说好不好 要不要研究 大家说不研究 我就不研究了 大家说要研究 我们一起研究去 要不要研究出来 听大家的 听大家的 要吧 要我们就看一下 好 我们就用我们的 笼尾武 我现在就要简称笼尾武 用我们的笼尾武 大家看 超不超跌呀 超不超跌呀 左侧呀 哎呀 太超跌了 是不是 跌到最后 大家看 是不是已经是 那我们就抓大放小 那我们就抓大放小 这个底部是不是 L型啊 哎 然后跌到 后面的时候 大家看 它基本上就在这个横 这么长时间的 干什么呀 这个横行 跌无可欠 是不是 就是这种跌 也就是 习 跌无可跌 白日 低量群 就是 谁有怀猜 L型 我用L型 量群实际上就是 白日 低量群啊 就结合起来 让大家 更好L的 是龙的第一个字母 跟结合起来 让大家很形象的 对不对 很形象 跌无可跌了 是不是跌无可跌 一旦跌无可跌之后 庄家 这是洗盘到位 是不是洗盘到位 洗盘到位 主人庄家要不要去货呀 主人庄家要不要去货呀 要不要去货呀 所以说一定要要 好 我先从大的看来 好 我有点位置反对 我跳着讲了 是不是 我先讲量性了 是吧 没关系 大家看 那么我们的位置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坑 最后一个坑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 最后一个坑啊 然后呢 我们抓大 如果就抓大放小啊 这样放等会看再看 这是不是相当于什么 这个地方是不是 二奥呀 我们就用大的看 这是不是二奥呀 然后这个位置相当于什么 我们就看大 先看大 就这是最后的坑 然后这个地方 是不是又有点相通 这地方就是二奥 然后这个地方 三大奥 是不是三大奥 大家看三奥是不是要登峰 大家以后给我记住啊 要量价结合起来 你这个位置 除于上升途中的 上升途中的 好吧 位置好吧 三奥 三奥四奥上升途中的 都是好 好 接下来大家看 这边是在干什么 这边是在干什么 然后再向左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 在这个位置 放出的成交量 而左侧的高量还在哪呢 左侧的筹码 还高 还在哪呢 所以 这个地方的筹码 从哪来的 哎 这就是跌无可跌 启动拉升 然后 这个筹码 是从这边 左边往下搬的筹码 也就是说明 我们的主人庄家 已经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开始 我们抓大放小 这样跟他讲啊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吸货啊 还是出货啊 大家认为在这 是不是出货呢 上哪去出货啊 你这底部 已经是白日低量寻了 你跑到这来 出货那筹码 是不是 所以 这个就是 拉升上 底部是 十月怀猜的吸货 对吧 我们现在放大看啊 现在放大看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 这个位置是 十月怀猜式的吸货 大老 这个地方干什么 就是拉升式的吸货 对吧 拉升兄 所以要看懂了 这就是要看懂 我们要有耐心 耐心在什么地方 所以有的是 你不定心的看不懂 着急 着急你就享受不到大牛 你想一想 大家看 有的时候 我们会怀疑 哎呀 这个地方 是不是主内出货了 是不是主内出货了 大家想一想 我们左边 这个波浪滔天 波浪滔天 然后风平浪静的亮度 风平浪静的亮度 这么长时间 长这么一点点 是不是不应该 强装的话是不应该 对不对 好 是不是强装不应该 这强装是不应该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大看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放大给它看 好 我呢 为了大家更清楚 我们这下面再画点线 找国底线 看到没有 这是国底线啊 这个 这个周期的国底线 三奥里面 国底线 三奥里面 是不是二奥呀 三奥里面 是不是二奥呀 看到没有 一个奥 两个奥 好 这是奥 三奥里面 二奥 我们二奥要干什么 二奥 二奥我们是 看看二 二奥是 一王剑 是不是一王牌剑 仓 二王 增 是不是二王牌增仓 三王 要登峰 对不对 是不是三王要登峰 一王剑 二王增 三王要登峰 这个当然三地三有了 这个位置 在这里面 它是 这个是一个 一个小被羊 两个小被羊 三个小被羊 然后这里是 怎么 四个小被羊 然后这是一级黄金梯 这是两级黄金梯 这是三级黄金梯 三级黄金梯之后干什么 三打几 三级黄金梯之后三打几 三打几 什么三打一 这是第一级黄金梯 这是第二级黄金梯 这是第三级黄金梯 这是三打二 是不是三打二 三打二 然后这个三还 也基本上收盘了 所以大家看明白没有 看明白没有 这是 这个是这个位置的三滴三有 而且 打 打结 就是三级黄金梯之后 它回打两级黄金梯 就吸盘 就是吸盘 回打两级黄金梯 现在大家明白没有 所以这个打结之后 是不是一个 大家自己 我们这个 我跟大家总结的东西 我们一起总结的东西 大家看啊 这个是不是打结之后的 倍量王牌 这个王牌质量好不好 王牌质量好不好 这个王牌是 倍量重 然后是架声量缩 是高中低 右喇叭 量价背迷 人人夸 然后是杨银梯 该上涨 对不是 杨银梯该上涨 高中低 右喇叭 架声亮素 然后 大家说 这个庄性强不强 这个庄的庄性强不强 大家说 这个庄强不强 庄强不强 为什么说他强 你又马后炮 一个小背羊王牌 两个小背羊王牌 三个小背羊王牌 还是小背羊王牌 背量柱是不是十粒雄心的温度计啊 背量柱又是十粒雄心的温度计 所以他在这是打劫之后的王牌 高质量的架声量 说有没有空盘 有没有空盘 对 又是牛骨三角 就是背量不穿的 背量不穿的牛骨三角 三个一次背量不穿 两次背量不穿 三次背量不穿 四次背量不穿 对不对 四次背量不穿 有没有空盘吗 所以说他才有一字版 好吧 所以他才有一字版 所以希望今天这节课听了以后 我们更多的队员发现 有更多的队员能够抓连板 好吧 能够抓连板 这个要不要细节啊 你要分析的比较细 所以靠我一个人 我有的时候就来不及 我要看那么多 我就来不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跟踪的股票 好 然后我们在刚才讲的 已经讲的一些了 量了 就是奥林量性的 已经是世界的量性了 我们再看这一波的下面 大家看 这是涨跌 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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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们看下面的亮度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 V呀 是不是 V呀 看到没有 是不是V呀 V呀 这个V下来 说明是不是明显缩量 对吧 然后这边呢 就有点L型的了 好 抓大放小哈 对不对 他整个这个下来 他都有点L型 是不是 有点L型啊 L型的 然后这边大家看 又是V 导致一跌下来 是不是 如果是抓大放小 是不是L型啊 我这样讲 大家能不能看到 你这个跌下来 总的是L型 是不是 大的是L型 小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小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里面 哇 小倍量柱 倍量柱 一个倍量不出 两个倍量不出 三个倍量不出 四个倍量不出 然后一个控盘的王牌 所以出一字板 是不是就应该正常的 这些用不用害怕 这些不用害怕 啊 这些在总的来说 它的量都是不大的 都是小的 明白没有 为什么回来 这只股票我跟踪的 我记得我前面 在这个位置还提醒过大家一次 对吧 在 我印象中 在这个位置 我还提醒过大家一次 结果它又洗下来了 又洗下来了 后来就没有跟踪 我就跟踪的话 等它过分 我肯定就要注意了 它没有过分 然后 所以 所以 这只股票 大家一定要 所以 平时的功夫 就是在这个小东西里面 小细节里面 要研究到位 这是什么知识 这是什么知识 三滴三游 王牌 是不是 亮柱的知识呀 是不是亮柱知识呀 对 就是最基本的亮柱的知识 这都是 这个专家够坏的 好吧 好 然后我这两天 预报的一只股票 大家还记得吗 那 这个是我 我过分预报的 这个提升力 预报的 他就不给了 直接一字板了 我预报的 看到吧 我在这天给大家预报的 结果一个 两个 三个 直接一字板 对吧 这是提升力 提升力 大家看到没有 说出没看 是不是有意去 重工之妙 我今天这节课 就是 是放大招 大家有没有听明白 是 这节课是放大招的课 大家有没有听明白 就是 石龙的 就是石龙的 我们在 三十一期 就是 就是重点 就是 经常来分析 这项的 我们争取 三十一期 多做几条龙头 好不好 我们争取 三十一期 多做几条龙头 抓一字 零板 对 大家看到 看到这只股票 总的来说 它是不是 左侧是下跌的 总的 是 总的 是下跌的 然后 它 下跌之后 看 端力 就在这里面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一定要平和的心态 我们 赚钱 赚的都是我们能力钱 我们正常的赚钱 都是赚的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钱 所以说我们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只有我们不断学习 提升我们的本领 我们本领大了 我们赚钱才会多 如果我们靠运气赚的钱 有没有用啊 如果我们是靠运气赚的钱 它迟早要回过去的 还掉的 它要还回去的 大家就记得这个 为什么就是说 有一些 这个 叫什么 富富不顾三代的 什么意思 以前有句话 是不是 你有钱的富二代 富三代 等到富三代的就败掉了 是不是 到富三代 富三代就败掉了 因为他富三代 他没有学习 他没有那个本领 他就没有那个本领 承载那个财富 所以他就会涉取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和的心态 我们所有人赚的钱 都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靠我们自己能力赚的钱 那才是可靠的 如果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他就会还 还掉 所以这里面关键要看中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大家说这么下 这个地方成交量从哪来的 这个地方这么大的成交量从哪来的 就是这个成交量 大家就要有一种意识 是不是组策的筹码搬下来了 对吧 是不是组策的筹码搬下来了 也就是下跌下跌 然后通过组策庄家 他也是跌无可跌 超跌状态 然后我把我掉到这看 掉到这个地方看怎么情况 把这地方放大给大家看 这就很重要了 看到没有 就是跌无可跌 主策庄家在低位拉伸 一个板 到第三个板放量 接着放量 大家说 这个位置啊 主力难道在这个地方出货吗 大家说 主力庄家会在这出货吗 六七六是谁呀 我也感兴趣 六七六是谁呀 所以这个地方 是不是庄家在拉伸洗手啊 那么就应该是庄家在这个位置 拉伸洗手 拉伸洗手 大家看 他有没有赚钱 他有没有赚钱 他的放量是在哪一天放的 这是在第三天 在这个地方放量 然后在这个地方放量 所以说这个庄家在这个位置 他 他是赚不了钱的 他是亏钱的 是不是亏钱的 但他拿了筹码以后 大家看后面的成交量 我们就体会好好感受一下 是不是下跌的酸量 上涨放量 下跌的酸量 上涨放量 下跌的酸量 上涨放量 下跌的酸量 然后L 放量 酸量 V型 V型 对吧 这个有点L 对吧 下来 再下来 V型 到这个地方 又是L 看到没有 在这地方 V 好 有点L 这个地方 有点L 看到没有 基础不老 就是量助知识 就一定要好好理解量助知识 所以我这节课讲的 大家必须对量助 必须 请让请一本书 非常清楚 三星规律 对吧 必须清楚 高级平倍 T字经背后的主力思维 主力思维 高低平倍 T字经 他所体现的主力思维 是什么 用三星规律来解释清楚 对吧 算下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拿货以后 后面干什么 就是进一步 洗货 所以只要这个地方 筹码不被搬过来 这只股票 成本就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主力成本就在这个位置 对吧 一旦 那么 一旦把 这说明主力的 老兵 这边有老兵 我们再来 搜索 再来看一下 好 这样明白了 这样子 也就是说 这只股票的 那么要清楚 这个位置 是主力拿货 拿货之后 洗洗洗 好 我们反过来 再看位置 底部 抓大放小 大家抓大放小 抓大放小 这里是不是一个奥 这是不是两个奥 是不是二大奥 看明白没有 是不是二大奥 能不能看明白 这个能不能看明白 这是一个 这个底部已经是抬高的 第二个奥底部是抬高的 好 然后我们再看 二奥里面的量型 大家看 是不是L型量型 L型量型 这个底部 这个是调整的时候 有横盘的 然后这个呢 已经是上涨 又洗盘 大家看 这量度不明显 不明显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地方 庄家都已经在空盘状态了 是不是谁要怀胎 谁要怀胎了 好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大 看看这 二奥的边上 这个啊 二奥边上的 二奥边上的 到了 到了这个位置 在过分前 大家看 这边什么 是放量 放量 拉伸 但是随着上涨的时候 它的已经缩量了 实际上 按照这种量价建构 主的庄家在这地方 已经空盘了 然后结果又洗盘 洗的时候什么呀 是不是位量型啊 哎 又走出了个位量型 看到没 走出个位量型 这就是我说喜欢的 启动前的位量型 龙威武 LWV 前面都是L 是吧 这个以L为主 对吧 L为主 这里面小的啊 有小的 有V在里面 就L为主 左侧的这个地方 以L为主 然后这地方就V 龙威武 好吧 龙威武 然后大家看 为什么 折接后面一字板 他这一天 他就是已经是什么 加板 了 说 他已经干什么 他已经是空盘的表现了 所以说他 这个 为什么他就不再 放放量给我们的机会呢 他就不放量呢 哎 想一想大家 为什么 我刚才 这只股票跟那个 有点不同 跟那个 金能空 金城股份 有点不同 就是 主力庄家的成本 还在哪呀 主力庄家 因为这个筹码 有没有搬过来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的筹码 有没有搬过来 他没有搬过来 没有搬过来 但是这个底部很扎实 他是过这个澳风 那说明这个老兵 是不是这个地方 主力是不是成本 还在这个位置 主力成本 这个地方 有主力的成本 大家想这个 应不应该上来 应不应该涨到这 他就有能力涨到这 为什么涨到这 不开量不明显放大 因为这个地方 是自己的兵 自己的筹码 自己的筹码 会不会砸自己的筹码呀 我这样讲 大家能不能明白 我这样讲 能不能明白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 遇到分过不去 就是这个分 什么时候过不去 过不去的情况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不是自己的筹码 有对手盘的筹码 对吧 是对手盘的筹码 他才会过不去 如果这个地方 是自己的筹码 是我自己的人 那你是不是就轻松 就过去了 对了 是敌人的堡垒 就过不去 是自己的堡垒 我就过得去 所以我刚才 反过 大家要搞清楚 这个量堆 到底是我的 是我自己 多方的 还是空方的 到底是多方的 还是空方的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现在明白了没有 是不是这只股票 简单的说 这只股票 他就是 这个地方 主力拿货 拿了货以后 洗盘 洗洗洗 洗下来 洗下来 做了两个大二 我弄得清楚一点 说的慢一点 这个位置 怎么老弄弄错 看用什么 这个位置 是庄家拿货 拿了一货下来 洗 在这个地方 做了两个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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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洗 洗到最后 实在洗不动了 对不对 洗不动了 那么 零零散散的筹码 全部控制到 自己的手上了 然后就开始 到空盘了 再过了澳顶 他就开始拉伸 他就开始拉伸 这个时候 往往就是一字板 就是一字板 这样讲 大家能不能清楚 是不是这个LWV LWV 通过LWV这个量型 来控制 好 这是低声令 能不能清楚 能不能清楚 好了 这样的话 讲了这么多 都是过去时 所以以后大家 一定要学会跟踪票 如果我们不跟踪票的话 不把一只股票的来龙去卖 研究透的话 能不能做账挺啊 能不能做粘板呢 就很难 如果天天开杂货店的话 天天换股票的话 能不能拿到几种粘板票 你根本是拿不到的 对不对 那是没看准 好 这是通过这个三个案例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 来研究 其他的票看看 研究 其他的票 研究几次看看 威龙股份 威龙股份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给大家一束图看似 好 司徒主策是下跌 看到没有 主策是跌 主策是跌 跌到这个地方 放这么大的量 那么 到底 大家说 这个 主力庄家 按照这个 整个走势来说 在这个位置 主力庄家 有没有可能解缩呀 在这个地方 有可能短线的啊 短线有可能对线 但是庄家肯定不爽的 赚钱不多 好 结果在这个位置 下来以后 大家请看 是不是开始缩量 整个来说 这一天的仗停板 还放量的 结果第二天缩量 缩量下跌 那么整个就是 有点 卫星的量 下来 是不是 洗盘呢 是不是 洗盘呢 这个是明显的下来 洗盘 对吧 明显的下来 挖坑 我们抓大方向 一个坑 两个坑 三个坑 这地方是四个坑 对不对 但是这个坑挖的四坑 坑 左侧是不是有支撑 左侧有支撑的 好 然后到这个成交量 我们看看成交量 能不能L 这个可以当L型 看到没有 是不是 还 重新弄掉 这个下面 这些可以当L型 L型 这个可以 L型 这个可以L型 这个可以L型 对不对 L型 是不是在洗下来 洗啊 关键是对的 这个底部一起动个背量仗停 庄家强不强 背量仗停 底部背量仗停的 大家要注意了 平量柱后面背量仗停 第二天又是一个仗停 背量仗停 没法烧 是三倍仰 仗停 关键是这个成交量 是不是已经高出于它呢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个成交量已经完全靠这个成交量 是不是我们从这个近期来说筹码是不是搬过来了 大家看 是不是从近期这个已经搬过来了 哎 这个搬过来 说政治股票大家应该看得懂的话就好了 那么只要这个高量一不破 是不是牛 一天不破 两天不破 然后这一天有微增量 还吹 这天是好像是开板的 是仗停板开板吧 看看 哦 没仗停 没仗停 好 问题就来了 大家看这个量 这个 是不是 是不是冲板 没冲 差一点点 微增量 结果昨天守住洋关道 今天跳空洋 对 抢空洋 今天又是高量 是不是又是高量 所以这个筹码全部翻过 过来了 明白意思没有 筹码全部搬过来了 往这边搬了 所以这只股票 后市能不能上涨 我们是不是只要看今天这个量 哎 只要今天这个高量不破 后市还要涨 高量破了呢 那他就短信调整 调整我们要看他怎么 怎么量调整 如果用微量调整的话 是不是后面还有机会 哎 后面就还有机会 对吧 我这样讲清楚吗 所以 所以这只股票如果看懂的话 我们这个板是可以请拿的 今天的板是可以拿得到的 对吧 好 这只股票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 广东 红图 好 大家看到没有 广东 红图 给大家看看啊 这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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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啊 如果听得懂的话 不是两千块钱啊 这节课听懂了 就不是两千块钱啊 两万块钱也不止啊 两千五 三两千五 两万 说钱就有点俗了啊 谈钱就俗了 所以大家 这对股票 你一搜图一看 他筹码跑哪去 先的筹码在这里面 关键我们先看到 筹码在这里 听不懂 柳宽言还听不懂啊 柳宽言还听不懂啊 你还听不懂啊 你应该能听懂啊 就是这个亮柱啊 这实际上 大家要把高低 平倍提出进去 高亮柱是含义 这个高亮柱 就是都空庄家争夺的 激烈的柱子 对不对 那么这个高亮柱 他是不是筹码交换呢 高亮柱 他就是筹码交换的一个过程 我们这是三十七 虽然结业了 我们但是还没有结束啊 大家看就在这里 是放着高亮 高亮之后 大家请看 是不是就结束了 这个位置的高亮 大家看 这个位置的高亮 跟我刚才讲的 应该是主力吸货还是出货 这是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高亮 这个地方的亮 是庄家是出货还是吸货 像这个位置 我们是拿货的 对不对 因为他主策的没有筹码给他出 出货的话 要第一位吸的筹码才行 好 然后到后面 在后面 大家看 整个看 这个亮 就下来吸 是不是下来都是缩亮的 是不是下来都是缩亮的 大家看 整个下来就明显缩亮 就 L型的 这地方就有点L型 这个地方也是L型的 这个就是下跌没有亮 然后呢 我们在日向这个 倒着讲也没关系 这地方是不是L型了 这是不是L型了 是不是一个L型 两个L型 一个L型 两个L型 好 两个L型 大家看下面 都是上涨放量 下跌数量 上涨放量 下跌数量 好 我再把它放大 给大家清除一下 尤其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L型 澳中澳 看到吗 澳中澳 这边下跌都是什么呀 这个整体来说 下跌的怎么样 它整体来说 这个下跌的 这一天放在这一天 就是马上缩而已的 它整体来说 都是缩亮的 然后 在这个里面 我再放大 再放大 给大家看清楚一点 这只股票 是什么 真的 画错 看到没有 是不是 倍量伸缩 是不是 倍量伸缩 好 这是一个 倍量伸缩 是什么 倍量伸缩 是庄家控盘 还没有控盘 是庄家控盘 的一个表现 然后接着 再来一个 倍量伸缩 看到没有 明显的 倍量伸缩 我们这个 是不是 我就是我给大家说的 有点 微量性啊 这个总的来 就是微量性啊 一个微量性 两个微量性 这种是典型的倍量 伸缩的微量性 然后 倍量 单枪 昨天 涨停过分 是不是 涨停过分 今天继续涨停 对吧 继续涨停 我们来看看这个成交量 今天的成交量 是不是已经 今天的成交量 已经把这个地方的成交量 给放 移过来了 看到吗 已经是大了 今天的是高量了 所以这只股票 接下来 大家就要盯什么 这只股票 大家接下来 就要看什么 是不是已经上升趋势出来了 是不是已经上升趋势出来了 好 这个上升趋势出来了 我们是不是就要按照进退标准 只要今天的高量不破 后市还是 是不是要逼火 只要这个高量 我们就按照今天的高量 就定正进退 他守住持股在涨 射手 短线退出 但看他调整 调整是怎么 怎么调 是不是有微量性 L量性 对不对 一般洗盘的时候是 L量性跟微量性比较好 对吧 L量性跟微量性最好 小周期的是微量性 大周期的L量性 那么相结合 然后W呢 就是我们那个 一个双底的 双底里面呈现的 那个洗盘 收集筹码 然后再洗盘的 大的一个 那么W里面 有V和L相结合 那就更好 对吧 相结合就更好 我这样讲 大家能明白吗 这样明白了吗 所以这只股票 大家看 是不是 哎 你就按照标准 盯着就行了 按照标准 进退标准 你注意些事 把法定好它 可以吧 明白了吧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票呢 也妖怪 美圣文化不是很典型 但是它是一个妖国 美圣文化 筹码也下来了 筹码也下来了 就是美圣文化 就是美圣文化的筹码 大家看 是不是已经打到下面来了 是不是打到下面来了 我跟大家没有很计较 这节课真的 我是开玩笑 这节课 我很 很 我知道 我自己知道 我觉得这节课 这是非常之前的一节课 这个是非常关键重要的一节课 好吧 关键一节课 这个已经是 这个筹码了 这个已经打到这边来了 打到这边来了 如果这个高亮不破的话 对吧 如果这个高亮不破的话 这个后面是不是要飞 还要飞 好吧 还要飞 我没跟大家保留 没跟大家保留 这个知识的话 真的是 没保留 大家再看这个康普登 大家再看你康普登 好吧 康普登 就是我的什么意思呢 大家别跟我算2000块钱学费钱 对不对 如果跟我算2000块钱学费钱 那也就真的是太小气了 好不好 我跟大家没有小气 我说是这个意思 大家看 大家看这个 是不是 这个高亮跑这边 球马跑这边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球马跑这边来了 这个组策是下跌的 所以这只股票 是不是这个是高亮分是最重要 这个高亮之后 百二量行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L两行 大家看 是不是很漂亮 大家看这个 这个 洗得很到位 然后悄悄地吸货 悄悄地吸货 然后 这地方拿了货一下 又下来 再挖坑 再挖坑 这里面L两行 对不对 然后再拉 再洗 送二一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是吧 我的声音还可以 谢谢 谢谢大家 因为大家夸的 被大家夸的 人都需要夸 大家一夸的话就更好 是不是 对 好 这个 所以大家看 这个整个 这个已经是说二一的了 这个在之前 已经是说二一的 洗盘 这就 又是一个L 小的 大家看 是不是小的L型啊 是不是小的L型啊 小的L型 空盘到位了 今天的小备阳 仗停 明天不要一字板啊 这个家伙啊 明天能不能不要一字板 拿着票啊 师兄以后 我们天天 也这样笑多好 啥意思啊 是吧 大家这个体会一下 LWA 这只股票 叫康普登 603798 世界案例不未见过 如有什么 盈亏自货 然后呢 大家再多研究研究 这只股票 我当时还记得这个吗 瑞尔顿 瑞亚特 瑞尔特 大家还记得吧 瑞尔特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我给大家提过的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提过的 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提过的 一不小心 大家看 一不小心 也走着一步了 很漂亮 就是瑞尔特 在这个掌停码 我提醒大家过的 后来没有跟踪 所以大家也 要休会跟踪 我看看 再说一再说 我们说这只股票 这个叫 纳尔股份 纳尔股份 大家现在就听说了 就盯住 今天这个高量就行了 纳尔股份 它一直有跌 转升上升趋势当中的 我们只要盯住 今天这个高量柱 今天这个高量柱 如 它就是关键的 量求知识 就天天都米代 米代都是一样的 就是纳尔股份 今天这个高量 一旦不破的话 后面就会流 继续流 大家就观察一下 好不好 观察一下 然后 然后这四方股份 方大股份 大家好好研究一下 这个四方科技 四方科技 大家注意 看看这个风 能不能过掉 好不好 四方股份 这个风能不能过掉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只股票 那就是亚镇加剧 亚镇加剧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但是这个量在这 也是控量控得非常厉害 控量控得非常厉害 它这个左侧下来都是没量的 大家看到没有 左侧下来都是 要么是L型 要么就是V型 就是明显 数量下来的 好吗 像这个亚镇加剧 大家也 也在研究一下 还有一只 看看谁的 还有一只 000 000892 大家看这个 这个票 我们来看看的 速度看看的 大家看到没有 看看没有 也注意一下 也注意研究一下 就是欢瑞世纪 好 那么今天给大家主要就交流的内容 就是这么多 就是我们 让大家见识一下 LWV 量学 KG LWV的 龙威武的威力 所以所有龙头牛骨 只有用龙威武 才能把它看清 看透 看懂 看远 好吧 看远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 在我们就 三十一期 就 反复的强化 反复的强化 我们大家一起 来用 我们的龙威武 战法 来擒龙 准流 好吧 好 那么今天 涉及到的案例 不为禁股 如有是盘盈亏自负 不为禁股 然后大家在围绕这个方法 去寻找更多的龙头牛骨 希望大家接下来能够 能够伏击到 涨不停 或者说年版的股票 好吧 OK 好 今天晚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功力大增啊 太好了 咖啡